我聽說, 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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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說 時日渴喪, 如琴雨皆亡 歷史永遠是勝利者寫的 我是讀歷史的人 共產黨在全中國掀起暴動、煩亂 到他寫歷史的時候 兩湖秋收暴動就編輔了 兩湖秋收起義 湖南暴動就變成湖南起義 唯一一樣是殺人放火, 傷及無辜 後來這叫革命 年輕人這種所謂蛙辯究竟是什麼原因 現在的政府是跟一代人對抗 無業都是大學畢業之後無業的學生 拉進警署找五十多小時, 拳打腳踢 有法律的嘛, 局長 任何人都有權譴責暴力 唯一是工聯會, 他們沒有資格 1967年, 殺死十幾個警察 殺死十幾個平民 我們的同行林班被人燒死 誰做的? 你是甚麼資格責責暴力? 爭取民主抗爭是唯一可以解決這個社會 變對極權 我們其次鮮明, 義無反顧 堅敵不宜, 站在抗爭者之一 各位MyRadio的聽眾, 滴家報讀者, 你們好 MyRadio和滴家報的YouTube頻道 在近期屢受黃標打壓 令我們廣告收入大減 所以我在這裡懇請大家支持 MyRadio的節目月費計劃 以及滴家報的每月月費計劃 突破黃標議論審查 付費支持, 自由發釋 請支持MyRadio和滴家報 提提大家, MyRadio和瘋狗日報的月費 現在已經可以用PayMe繳付 大家可以掃描畫面的QR Code 或者輸入畫面的電郵地址繳付費 多謝大家 歡迎大家收看《玉敏踩場》 大家看到我們兩個都戴口罩了 我們現在就在室內, 在普羅這裡 我們平均每天拉雲計 即是不同時段 前前後後加起來都不是人少 不過就同一時間在這裡的人 就大約是五個左右 即是給這個限聚令去酒樓吃東西 就多一個這樣 即是同一時間在這裡的人 大約是五個左右 即是我們要在這裡上班、幫忙 這樣, 即是五個左右 日後就通常都是四、五個人而已 那晚上因為有很多節目 如果有些節目主持多的話 嘉賓多的話 就加起來就不止這個數 譬如現在我們在這間大房 這間房也有成五、六百呎 最少都是五、六百呎 在這間房裡面現在只有四丁有 隔離房現在是一個 應該是一個, 就是這麼多人 盡量要保持人少一點 最近這段時間因為書展取消了 即是延期 我們來買書或者來拿書的人很多 現在在我右手邊的桌面裡面 就淋滿了四、五本一閘 四、五本一閘就買我們不同的書 那又要上來拿的又有 另外我們就會有些分法去 即是用大家自己去指定的地點拿油油 現在就沒有了 所以最近我們這段時間都暫停 這個禮拜暫停就說不要上來拿了 不要上來拿 你買就繼續在網上訂購 就不要上來拿了 買可以繼續 就在網上訂購 拿就暫時不要上來拿了 因為我們試過 這兩天高峰期的時候真的很多人 所以為了大家的安全起見 以及這個疫情 去到現在這樣的地步 即是第三波爆發 我們就沒有辦法 不做一些所謂的防禦 簡單一點的 就是大家接觸少一點 以及現在所有進來的人 都是要戴口罩的 以及要清潔雙手 入門口就要量體溫 我們這個雖然都是室內 是吧 但是都是應該要戴口罩 大家因為在外面 大家接觸過甚麼人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就 為了應付這個疫情 不得不已 好了 書就可以繼續買 上網訂購 水就可以繼續賣 拿就遲些才上來 拿就這麼簡單 最重要加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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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是 20號 提醒大家 下個月的月費 今天可以交的 我們有PayPal 有 PayPal 或者 寄支票來 或者銀行入數 全部都可以的 我們那些 基本支持者 都知道怎樣做的 不過我們每個月這個時間都要稍微提下大家 那些新朋友 不要只看不付錢 大家又幫幫忙 雖然現在市場 大家很多選擇的 有大把人賺錢的 付費看節目 真是天經地義的 當然你可以不付費 但是 都可以有很多節目給你選擇 按上YouTube 各式各樣 同一個話題 不同的人講大把 你可以自己去做判斷 我們又不會評論別人的節目 我們的節目有我們節目的特色 我們又不會去跟風 所以我們那些支持者 或者我們那些基本的 湧頓是很清楚的 當然最近這段時間 由於疫情 還有就是 可以說過去這幾個月 都是很艱難的 第一就是因為疫情 以及去年運動 對於我們這個台來講 我們有很多其他節目給大家選擇 又不是只看我的節目 或者聽我的節目 有很多其他節目可以給大家選擇 我們那些 比較多人看 和比較益智的節目 都很多 好像方岳新知 是吧 神秘之夜 這些都是 很有料的節目 就不是 就段新聞在吹水發屈風 我們這些節目反而是少 在吹的節目我們真的很少 當然爆洩屌人的節目 唯一就是這個 是吧 這個都十幾年 超過我 那你沒辦法 是吧 沒得變的 這個是 對嗎 是吧 就是我有一段時間都慎重考慮這個節目都不做 是吧 就是因為覺得現在真是意義不大 但是呢 有很多支持者 是吧 就是擺脫不了 所以就要繼續做 就是這個意思 是吧 譬如我曾經試過 要做一些節目 有教育性的 或者有啟發性的 你都不看的 浪費我的時間 是吧 譬如我做說明解誌 我寫一篇 成千多字的文 是吧 又要去搜集資料 又要做考據 一個字都不能錯 是吧 你不是最高紀錄 到三幾萬個 點擊在YouTube 廣告費又沒有收入 是吧 那做來托嗎 是吧 即是你在一個愚昧的社會 是一個反智的社會 你去跟它講知識 你是不是很嚴重 是吧 是吧 嘩 在這裏 爆死 他就覺得很痛快 是吧 起這條標題 騙人 就特別多人看 那天台長幫我這個節目 在這裏告訴大家 這個節目每一節 十五分鐘 這條標題都是梁錦長起的 有什麼事你就找他 是吧 有一天他說 那條標題說 我說這個什麼 我要找這個東周刊2004年 這個 即是 找湯家驊做封面 即是那條醜聞 是吧 那 結果沒有出到嘛 結果是 是吧 我上窮逼落下王泉 屌你了 我一定找到這篇東西的 我告訴你 他弄了這條標題上 我現在 今天出來 第二天已經七萬個點擊 真是恐怖的 我不會覺得高興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我是覺得很多人悲哀 你明白嗎 即是大家就是喜歡那些 sensationalism 那些 善程 善識性 是吧 那你有什麼辦法呢 是吧 益智那些有啟發性的那些 例如我現在跟你說說自由主義 你黑眼睡覺機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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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浪費了 是吧 出去想想想 沒什麼意義的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有些人 會肯聽這些節目 看這些節目的 所以我現在 就慎重考慮 我身體的狀況 稍微好一點 我就做一個 獨立付費 黃毓民獨家的 毓民特區也好 什麼都好 是吧 講講那些政壇 恩怨 恩怨 情仇 是吧 怎麼講講新聞傳播 又可以 宗教哲學又可以 什麼都可以 是吧 只是聽到聲音 見不到的人 給錢就能聽 但是現在在量 但我現在的身體狀況 都是很 尤其是這個疫症 我現在只有一個人在香港 我太太是很擔心的 OK 天天就 通電話的時候 千丁竹萬丁竹 是吧 因為大病初遇 其實都未完全好得翻 但是身體的抵抗力 可能相對比較差 但是我自己經常在想 天以假年 或者天若假年 有些人說你死了 就叫做天不假年 是吧 六十多歲死了 真可憐 天不假年 如果上天可以讓我再活下去的話呢 天以假年的話呢 就是我有幸是見證香港的憂患與建設 因為我今年都六十八、九歲 是吧 在香港出生 在香港出生 幾十年 有幸見證 憂患與建設 香港最輝煌的時期 我們在這裡 是吧 現在香港開始淪亡 我們也是一個見證人 所以我們經常在祈禱祈求上倉 如果天以假年 讓我活多幾年命的話 我就看看這個極權主義如何收場 這個是 一個 其實不是卑微的願望 在現在的此時此際是很艱難的 是吧 這個就是因為 我今天看了這個許章潤的公開信 他其中有兩句說話 就是看完之後呢 對我們來說呢 都是有一個啟示 和真的 跟我剛才的想法 真的不謀異合的 他其中有兩句說什麼呢 他說 吾仁一日不死 便一日呼喚 此為賢責 也是天命 這些就是我們今時今日還在這裡 繼續要說話的 是吧 我們自己的想法就是這樣 跟你鬥長命 天若假年 希望能夠讓我有生之年 見到香港 即是現在逐漸走向衰亡 然後可以撥亂反正 所有這些賣港監察 全部要接受歷史的審判 沒有一個可以走得掉 休息一會